16岁就年少成名 收获了太多光环和爱意的人 怎么还会记得来时的路 赖冠林换上黑色头像 并发文说要转变赛道 什么赛道 茶百道吗 还是恋爱赛道 刚被派到和女友在街边拥抱 转头就退圈 这是破房了吗 可能有人不认识他 但当年或许会刷到一个词条 泪鱼都在等他回来 说的就是在韩国参加选秀的赖冠林 本以为101是他的起点 没想到已经是终点了 爱豆时期 舞蹈练习视频是没发过几次的 唱歌水平一言难尽也是不练的 他自己也说 参加选秀只是为了赚钱 后来我去了那家公司的选秀 这对秀坟来说真的好伤 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国 是要震碎内语 结果呢 和赵金迈出演恋爱那件小事的梁又年 又和李兰迪baby搭档出演电视剧 资源是好的 但演技是拉胯的 没多大水花 就把过去推翻 不承认自己干不好的身份 我从来就没有在 演戏和唱跳中 说干导演才能找到价值所在 但北电导演戏也是没考上的 说好听点是退圈 说难听点就是干啥啥不行 这状态真的是严我上班 遇到困难就放弃 他还被拍到随地吐痰 乱扔烟头 上了热搜后他发文道歉 表示引以为戒绝不再犯 然而道歉只是说说而已 后面又被拍到乱扔烟头 甚至还被偶遇在饭店吃饭时脱鞋 脚底板还屈黑 救命 比起谈恋爱没事业心 脚底板虚黑才更会让人脱粉吧 除了素质低 对于流量idol而言 谈恋爱更是大忌 但赖冠林却多次传出绯闻 和周也参加综艺桃花屋 被拍到共同出入酒店 双方均未回应 现在又被拍到和女友在街边拥抱 这是彻底不装了 那粉丝在你眼里算什么呢 辛辛苦苦打头 用真金白银把你送出道 每次换赛道 粉丝们也都在鼓励你 让你多接工作 期待下一次的表现 结果现在 郑主谈个恋爱 就把粉丝开除粉级了 完全不顾粉丝的死活 追星女的命也是命啊 要我说 所有秀人都应该在选秀时期 被做成标本